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用卤花新时代新卤菜创新大赛特别节目 由中国民族品牌的胶子卤花冠名播出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国为卤花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回家吃饭新时代新卤菜创新大赛特别节目 新时代新卤菜创新大赛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推崇低盐低脂低卡路里低胆固醇 这样的健康饮食理念 本期回家吃饭新时代新卤菜大赛特别节目 我们精选了大赛中涌现出来的九道创新菜品 如果您也喜欢低卡轻食生活 但是又舍不得鲜美的滋味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期的特别节目 那今天呢首先介绍的第一道菜叫做施里银杏 它是用陶胶做的一道菜 它来自孔子故里山东济宁 每到秋末 金梨挂树 银杏果熟 咱们这道菜的主要食材就全了 用银杏做的施里银杏 是孔福经典名菜之一 因竹料银杏取自孔福 施里堂前银杏术而得名 此菜在传统做法基础上 增加了梨 红枣 在原料 调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 几宁租城特产黄金梨 皮薄肉厚 是以保证这一道菜品口感的关键所在 厨师精湛的刀工 在梨的外皮雕刻一颗狮子 顺着字迹 去掉多余外皮 把梨放入糖色水中 加入冰糖 蜂蜜 小火炖二十至三十分钟 将泡发好的桃椒 银耳 红枣和银杏放入锅中 加水 蜂蜜 冰糖 熬至粘稠软糯 再将熬好的桃椒 装入提前煮好的梨中 橙菜色如琥珀 清新淡鲜 酥烂甘腐 实非宜人 对于甜食 鲁厨们一直在探索 不同的复合风味 结合现代人的饮食心理念 这道菜品 不仅保留油 古实的味道 还多了一份时尚的滋味 此菜在夏天 由传统的热汁改为凉汁 更是清香前流 大丰 小丰 流传几百年的一道孔辅燕的名菜 因为黄金梨的加入 让诗里银杏这道菜 甜得更加自然 好 接下来的这一道 是来自山东资博的菜品 孝子贡梨 原本的主要食材是苏梨 在跟药膳理念进行了结合之后 成为了又一道 以梨为食材的创新菜品 这道孝子贡梨 口味清新 是儿女尽孝的理想菜品 他使用 资博苏梨 讲述孝静的故事 使人在品尝菜品中 点亮孝心 山东各地 地理差异较大 自然环境 物产和风俗不尽相同 孝子贡梨 在悬料和制作过程中 不仅融入了药食 铜圆里面 已融入了远远流长的校文化 将池里去皮去喝 洗净备用 再把配料 穿背 白果 枇杷叶 薄荷叶 等名贵中药材 包在一个纱布里 加纯净水 翻腐熬制一小时 把梨 冰糖 放入汤汁内 大火烧开 小火烧开 小火焖至一小时 出锅加入蜂蜜即可食用 这道菜品造型美观 色泽红润 既可以热吃 也可以良用 是老人健康养生的 理想保健菜品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道菜 它的名字叫做 深蜜层螺 我愿意把它比喻成是 新卤菜健康菜品里的 一道彩虹 怎么说呢 因为它使用的食材 虽然普通 但是多姿多彩 经过精细的加工 和富含美学的雕琢造型 让人看上去就想吃一口 一栋筷子却又不忍心 深蜜层螺这道菜 是在传统卤菜 蜜汁山药的基础上 将山药和萝卜 做成了一首浪漫的诗 诗是由鲜亮的色彩组成的 去皮后的雪白山药 配以食令健康食材 为现青萝卜 白萝卜 胡萝卜 黄黄的蜜汁 则是藏红花 用小火精心熬制而成的 首先 我们把山药去皮 上笼蒸15分钟后 用刀将其碾细 加入白砂糖后备用 接下来 再把白萝卜 削成橄榄形状 胡萝卜 削成小圆球 青萝卜 削成四角花 用冰糖水 微剂入味备用 再把山药泥捏成圆柱形 香上白萝卜后 上笼蒸五分钟 点缀胡萝卜球 青萝卜 养毒菌 淋上熬制的藏红花之即可 这道新卤菜原料简单 但刀工的精细让菜品别有洞天 朴素的食材 经过巧妙组合 芳香浸疲 刹那间甜蜜味蕾 其中的美妙 只有品尝过了 才能心灵神会 这道菜微甜微咸 虽然原料上用得非常的简单 但是做工精细 造型美观 今年来 素食生活是越来越多的 获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在这种理念下 很多原本美味的食材 被杂粮果蔬所替代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道菜品 它就是这样 它叫金汤素燕 听名字 它好像是一道燕窝 但是真正的食材是 在这儿 我还是先卖一道关子 接下来的节目 您可看仔细了 小小金丝燕 筑巢可分三 毛燕厚白燕 最后是血燕 滋补又养盐 营养最全面 这是对食材燕窝的描述 这道金汤素燕 则是在传统卤菜名典 清汤燕窝的基础上 创新改良而成 金汤素燕 首先将传统清汤 改良为金汤 金汤是在传统奶汤基础上 增加了果蔬原料 使汤底更加营养均衡和全面 其次 把食材燕窝改良为素燕 素燕以冬瓜为原料 经过特殊工艺进行加工制作 形成了经营剔透 质地软嫩 健康营养的创新食材 冬瓜去皮 顺刀切细丝 放入清水中浸泡半小时 将吸干水的冬瓜 均匀地扑洒在容器内 再用手 轻轻弹入薄薄的一层干生粉 双手轻轻拌匀 再次平铺 喷入淡盐水 蒸制四分钟 撕成碎条备用 包里加入奶糖 加入坚固 木瓜 胡萝卜 脏红盒等制成的浓泥 小火收开 调味 勾切 至汤汁浓稠 另起汤包 加入清汤调味 然后放入做好的素叶 进行烧开入底味 逐个分入容器内 点缀枸杞即可 当平常熟悉的食物 以别样的脉象出现时 我们常会充满期待 口舌生津 这次 食材自然的味道 在金汤中相互平衡 甜润鲜香 滋味丰厚 鲁菜创新 是人们怀着 对食物的理解 在不断的尝试中 去寻求一种 转化的灵感 这道鲜虾酿秋葵 是用秋葵 替代了海参 在爽滑脆嫩的秋葵里 在酿上鲜嫩的虾滑 让它叠加 呈现出了 不同的味形和气质 鲜虾酿秋葵 以传统鲁菜 爬酿海参为原形 以毛泽东主席词 建元春长沙种 白隔蒸柳 浪鳄非洲 为艺术造型灵感 酿 是鲁菜制作花色菜肴的 传统烹饪技法之一 这道菜 用秋葵代替海参 酿制而成 虾融制馅 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 是选新鲜的椒肉炖虾 取虾肉 剁成绒 加入 张秋大葱 将花椒水等调料 去腥增香 将秋葵去掉新鱼籽 做成白隔造型 将秋葵去掉新鱼籽 一切 大宗白皮做成船帆 做成千帆造型 蒸酿的烹调方法 简单易学 还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料的营养成分 顺次百成 百个蒸瘤千帆净发之时 寓意生活一帆风顺 事业蓬勃发展 回家吃饭用鲁花 新时代新鲁菜创新大赛特别节目 由中国民族品牌的胶子 鲁花冠名播出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国为鲁花香 新时代新鲁菜 鲁菜创新大赛 倡导菜品跟当地的食材相结合 比如山东有两种椒特别有名 一种是辽城东阿产的阿椒 还有一种是泰安肥城的陶椒 在本届大赛组委会的指导下 就研发出了一款新的菜品 它的名字叫绝代双椒 味道清香 其汤金黄 入口即化 绝代双椒这道菜 是选用山东正宗东阿亚椒 肥城上等陶椒 两者同时入彩 双椒合璧 美是与武侠 含义贴切 相得益彰 传承千年的东阿亚椒 自古以来就是滋补佳品 陶椒 是山桃等树皮中 自然分泌出来的树枝 色如琥珀 富含胶原蛋白 经营剔透的陶椒 搭配纯透的陈年阿亚椒 清新脱俗 陶椒选用老陶椒 浇气35天左右的陶椒 优质的陶椒色深厚 颜色越深越好 陶椒 不可直接使用 要经过加工后煲汤使用 银耳 挑选白中带黄的优质银耳 银耳泡发后 去地丝小块 加适量纯净水 大火烧开 转至小火 包至两小时左右 汤汤汁粘稠即可 冰糖适量 加入泡好的陶椒 加入蔓越莓 加入鳄椒汁 熬至半小时 出锅 出锅装入盛汁 撒入鳄椒粉 搅拌均匀即可食用 鳄椒具有补气阳血等多重功效 陶椒是古代药用选方 二者融合 入口清香温润 柔和甜美 精妙美善 新鲁菜大赛激发起了厨师们 对于健康饮食的兴趣 比如说有一道凉菜 叫水晶肘花 非常的有名 原本吃起来比较肥腻 参赛厨师在辅料上 就开始大胆创新 在熬制中加入了鳄椒和普尔 不仅解腻 还提高了它的颜值 鳄椒普尔肘花洞 是在传统卤菜 水晶肘花的基础上 加入了鳄椒和普尔茶 可谓双剑合璧 猪肘和猪皮 含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厄礁是山洞的地理标志产品 其养生功能广为人知 中国人离不开茶 普洱茶具有持久的香气和浓醇的香味 在熬制时加入 为肘花冻增添了一丝特别的韵味 整道菜品肘肉细密紧实 皮冻入口即化 厄礁和普洱的到来 使其口口都是肉 却没有丝毫油腻感 酱香 咸鲜 然后呢又综合了普洱茶的香味 用筷子夹起放在灯光下 琥珀般的光泽 晶莹剔透 令人过目难忘 刚才的绝带双胶和厄礁普洱肘花洞 让大家是大饱眼福 来山东济宁 泛舟微珊湖 追寻大运河 接下来的这道新卤菜 叫做青莲合运 它是用肌肉酿成了脸碰和藕结 看上去是清新脱俗 趣味高雅 青莲合运 北宋周敦仪爱连说云 与独爱连 只出淤泥而不染 灼青莲而不腰 合与生命之初 温婉深情 从容入世 清淡出尘 把新鸡脱肉剁制成鸡泥 将菠菜打成汁进行润色 掺入肥肉镖泥和青豆 灌入模具 蒸制成脸膨状 藕结是由腌制好的虾胶 酿入泡发的烛生 搭配芹菜苗羹 做成莲藕状 或搭配空腹特制三道糖 和白椰子 整整而成的一道创新卤菜 壁盘滚住的莲棚 搅结无瑕的莲藕 郁结冰清的池水 呈现出一幅 和堂画意 烹饭器具和手法构成 正在为当下的卤菜创新 带来不同的灵感 而给食物赋予新的意义 则让其卤饮食更加枝繁叶茂 人间烟火器 最俯繁人心 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道菜 叫做红灯高照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道菜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使用的食材 就是非常普通的西红柿 还有五谷杂粮 随便找个小菜店 大家都可以买齐 但是很难想象 这些平凡的食材 通过奇妙的组合 养眼又养胃 皇帝内经里讲 五谷为阳 五谷为柱 五絮为意 五菜为冲 意思是 谷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而水果 蔬菜和肉类等等 都是作为主事的辅助 补益和补充 这道红灯高照 遵循皇帝内经 有关善事的哲学内涵 精选五种谷物 配以富含 番茄素 苹果酸 柠檬酸等 丰富营养的西红柿 色 香味俱佳 营养成分丰富 食材 选用天然有机西红柿 生态自然 色泽亮丽 寓意红红火火 蒸蒸日上 选用有机五谷杂粮 玉米 青豆 红豆 一米人 卖人 能够更加促进消化 提供能量 有机西红柿去皮 去底 将西红柿杂粮掏空 备用 五谷杂粮先煮后炒成馅 放入掏好的西红柿内 上笼体蒸五分钟 搅西红柿汁集成 味道鲜香 口感软糯滑嫩 这道菜主要创造健康 低油 低盐 烹制 取之大自然 健康美味 美式与美气的结合 造型和艺术兼并 不禁伤心悦目 而且令人食欲大开 逢年过节 红灯高照 一家人团聚在一张餐桌旁 这个家常味道会更加真实 更加圆满 好吃不贵 再普通不过的食材 在厨师手中却变成了一道道艺术品 除了要有专业的技能 还需要厨师有一颗 追求健康生活的心 今天介绍的这九道菜品 正是在这种理念下 应运而生的创新菜品 在下一期的回家吃饭 新时代新卤菜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中 我们还将陆续为大家奉献 更多更精彩的新卤菜的菜品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下期见